日本媒体开始炒作中国准备解击日本水产品禁令 中方是这样回应的 最近日本有一则传闻说 中国正在准备解除对日本水产品的贸易禁令 其实是这样的 在今年早些时候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与日本社民党代表会面的时候 是这样说的 原话是中国正在考虑解除对日本水产品的全面禁令 但目前还不具备条件 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回应说 在相关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 但是日本似乎很迫切地渴望中国能够解禁 一来日本水产品出口确实受到了重大影响 依赖中国市场 二来日本政府也可以借机宣传自己处理核污水的方式是对的 但中国外交部的这句话打破了日本不少人的幻想 中方的态度非常鲜明 只要日本不能够妥善解决福岛和污水的问题 无法证明排海核污水的安全性 中方就不可能对水产品开这个口 这段时间 日本为了向中国示好其实做了不少事 比如最近有人发现 日本国会图书馆等机构将台湾地区的名称改为了中国台湾省 这让对岸当局极度破防 断交部负责人吴钊谢七级败坏 要求立刻改正 但是日本还是弄错了几件事 因为这个事改正错误是日本本应该做的事 台海问题涉及中国主权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更不是日本对中国的恩赐 所以谈不上改个名字就叫示好 其次中国禁止日本水产品是因为日本在浮到核污水问题上不干人事 中国政府本着对本国国民健康负责的态度才做出这个决定 这是科学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不能用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一套来区别对待 对不对 正所谓解铃还需洗铃人 这个问题因浮到核污水而起 它只能以浮到核污水问题的解决而解决 一码归一码 就目前日本的表现来看 解决浮到核污水问题似乎还很遥远 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就在不久前 由于一名工人忘了关掉手动发门 导致至少5.5吨没经处理的浮到核污水直接泄漏 这是严重的管理不善问题 足以看出东电公司在处理核污水问题上的草率 也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浮到核污水的疑虑 事实上自从浮到核污水排害以来 日本已经多次发生了杀鸣鱼集体死亡事件 大量杀鸣鱼因不明原因集体死亡 多个地方的海滩充满了腐臭味 很多人相信这样的反常现象 与浮到核污水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此可见 日本想恢复对中国的水产品出口 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事实上 在日本准备处理核污水的时候 中国俄罗斯就提出了几个经费比较低 也很保险的方案 没想到当时日本都一口回绝 反而选择一种价格更高 可靠性没有任何数据支撑的方式 就从这一点 我们也无法放开对日本水产品的进口许可 所以日本不要把这件事的解决 寄希望于场外工作 只有老老实实的按照中方 或者说其他国家的科学建议来办事 在国际社会的严格监督之下 认真处理核污水 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你才能得到相应的经济上的利益吧